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7 在影片开始之前,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点击观看这个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黑木爸爸,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订阅,以及分享黑木爸爸,这频道的大家,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因此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7,又称为维他命B7,生物素,以及辅媒2等一名,有很好的美容作用 因此,常被添加在美妆产品之中,所以又被称为维生素H,H是德文头发,Hard,以及皮肤,Hot,的缩写 是维生素B群的一种,也是人体必须维生素,13种的其中之一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并且无法储存于体内,需透过食物来补充 人体肠道中的部分细菌,虽然能够协助制造,少部分维生素B7 但仍需要透过食物来摄取,而维生素B7,主要是由小肠直接来吸收 当然也可经由大肠吸收,过多的部分则随尿液代谢 维生素B7,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可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维持脂肪与蛋白质 以及氨基酸正常的分解与代谢,也能协助糖类 蛋白质和脂肪转化为能量,也与糖质新生,以及脂肪酸合成有关 也是生物体固定二氧化碳,基因调控和细胞信号传导等重要的维生素 维生素B7的功能 1.改善落法 营养素的缺乏亦造成慢性休止期落法,女性型脱法,雄激素性脱法,以及斑型脱法等情形 维生素B7能够协助毛发生长,极强健发质,增加头发弹性与防止干燥 更有助脚蛋白产生,预防秃头,以及少年白等状况 2.改善糖尿病 糖尿病最主要的致病因子和基因以及生活习惯有关,如抽烟,喝酒,缺乏运动以及久坐 因为肥胖的因素大约占了55%,是最为常见罹患糖尿病的因素 一般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生物素浓度较低,在补充维生素B7后 能够改善空腹食血糖的数值,生物素与促进葡萄糖组成脂肪 与葡萄糖积枚的分泌,以及触发胰岛素等因素相关 进而协助糖尿病患者维持血糖稳定,改善糖尿病的症状 3.协助维持能量,即氨基酸正常的代谢 葡萄糖是用来作为能量的单糖,一般来源为糖类 维生素B7,酶的反应能使脂肪与蛋白质成为能量与代谢的重要物质 也和脂肪、飘零以及甘糖的合成 氨基酸的正常代谢等有关,并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减少低密度脂蛋白,且能够让能量运用更加有效率 因此能够有提神的效果 4.改善脆甲症 脆甲症是一种支架结构异常的疾病 主要是因为支架失去弹性与柔软度 并裂开、剥落以及粉碎的状况 女性是男性发生率的两倍 可能是因为皮肤或系统疾病、药物使用、营养缺乏 以及创伤等造成 维生素B7能与脂質分子合成 改善制造支架板缴化细胞 进而增强支架硬度 5.增进皮肤 与粘膜的健康 维生素B7能协助身体制造新的细胞 代谢老旧细胞 把已经被糖缠上的细胞代谢掉 让人从糖化状态中恢复过来 也能产生消炎物质来缓解过敏 减轻湿疹或皮肤炎的症状 因此可增进皮肤与粘膜的健康 6.调节基因表现 可协助调节某些基因表现 因为维生素B7会影响转露因子重要蛋白质 与DNA的相关性不止如此而已 还能修饰细胞核中 协助组织DNA特殊的蛋白质 这些过程会影响基因调整 维生素B7还有以下其他许多功能 例如 促进汗腺、神经组织 帮助疏眠 维护骨髓健康 维护男性性腺健康 维护骨骼健康 维持正常发育 缓和肌肉酸痛 缓和忧郁症 合成维生素C 调整体质 减轻发炎反应 改善认知 以及促进细胞讯号传输等功能 维生素B7能协助新陈代谢 与帮助维生素B群的利用 可将碳水化合物 制造出葡萄糖 也能将葡萄糖 转变为人体所需的能量 使氨基酸发挥正常的身体功能 并可调节生理机能 增加体力 基因调控 以及细胞的信号传导等 因此可有益健康地维持 有抽烟习惯 常染烫头发 素食者 及 虚血液透析 以及成长中的孩童 就需要多补充维生素B7 来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 维生素B7 每日所需的摄取量并不高 普遍存在于各种食物之中 肠道之中的异菌 也可以制造与提供维生素B7 因此正常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通常较不会有缺乏的问题 会引起缺乏的情形 大多是因为先天异常 或缺乏生物素酶 与碳酸酵素的情况下 下列几种情形 还是可能容易造成 维生素B7的缺乏 一 抽烟与酗酒 抽烟与酗酒 亦加速营养素的消耗 以及抑制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 因此容易会有缺乏症状的发生 二 食用生蛋白 维生素B7 容易与生蛋白中的卵白素结合 造成吸收的阻碍 食用生蛋白可能导致缺乏的症状 此缺乏症称为蛋白障碍 三 婴幼儿使用 缺乏维生素B7的母乳 或奶粉 发育期间的 婴幼儿会比成年人 更容易出现维生素B7的缺乏 可能的原因是 因为生长期间 需要的维生素量较多 所以婴幼儿 更需注意维生素B7的摄取 还有其他以下状况 也是造成缺乏的原因 长期洗肾 长期施打全营养静脉注射剂 服用抗癫痫药 止痛药 肋骨唇 以及抗细菌药物等 都是容易造成缺乏的因素 在怀孕时 孕妇有维生素B7缺乏 胎儿会有接近100%的几率诱发畸形 如唇额裂 内脏缺陷 以及海豹之症等情形 罹患糖尿病 又缺乏维生素B7 缺乏状况又不断恶化时 就容易导致 胰岛素分泌的极度低下 当在缺乏维生素B7时 容易有以下症状 1. 头发 汗指甲 缺乏时头发 汗指甲容易会有 支架易碎 圆凸形凸头 吊法 少年白发 以及头皮屑较多等情况 2. 皮肤与粘膜 缺乏时皮肤与粘膜容易会有 肌肤暗淡 无光泽 皮肤红肿 皮肤炎 湿疹 结膜炎 磷状红疹 黏膜变灰 皮肤变薄 以及皮肤掉泻等情形 3.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方面 容易会引起 忧郁 失眠 心情低落 食欲不振 容易疲劳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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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痛 味觉 异常 以及精神疾病等状况 4. 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方面容易会引起天门冬庵酸下降 血糖上升 以及胰岛素分泌极度低下等状态 维生素 B7对皮肤与粘膜健康十分的重要 治疗特定皮肤疾病时 也会使用维生素B7来改善 在长期缺乏维他命B7时 容易使得毛发以及指甲 脆弱 掉落 皮肤状况较差 体力虚弱等情形 维生素B7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过多的部分 可经由尿液代谢出人体 除非刻意大量摄取 不然过量的情形 是不容易出现的 身体在正常摄取量时 并不会有副作用 是非常安全的营养素 很少会有过量的情况 当过量时 可能会有轻微的症状 引起的症状有 恶心 抽筋以及腹泻等 在动物实验中 长期且大量摄取后的结果表示 过量的维生素B7 会累积在胎儿身上 也较容易诱发畸形 与造成失眠等症状 维生素B7 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之中 动物类食物 含的维生素B7 量是最多的 又以肝脏含量较多 肉的含量比肝脏低 但还是非常好的摄取来源 维生素B7的来源有 一 动物类 动物类有 鸡肉 鸭肉 鹅肉 肝脏以及肾脏等 二 海鲜类 海鲜类有 鲑鱼等海鲜类食物 三 五股根精类 五股根精类有 麦肤 糙米 腰果 核桃 花生 马铃薯 地瓜 杏仁 小麦胚芽 葵花子以及大豆等 四 蔬果类 蔬果类有 绿花野 酪梨以及香蕉等 五 奶蛋类 奶蛋类有 牛奶 蛋黄 起司以及优格等 六 其他 其他有 酵母 蘑菇以及香菇等 食物在加热以及加工时 容易会降低维生素B7的功效 所以较少加工 与加热时间较短的菜肴 摄取维生素B7会较为足够 不同的食物利用效率 会有所不同 食物中小麦含有的维生素B7 几乎无法被人体利用 蛋黄也能够提供 丰富的维生素B7 但是食用生蛋摄取 会因为生蛋中 含有蛋白质卵白素的成分 亦与维生素B7结合 因此容易导致 维生素B7吸收受到妨碍 容易降低维生素B7的情况有 一 与高剂量的维生素B5一起摄取 维生素B5与维生素B7 容易会有竞争的效应 导致会妨碍维生素B7的吸收 二 服用黄氨类抗菌药或抗生素 黄氨类抗菌药或抗生素 容易破坏肠道中的抑菌 使得维生素B7 在肠道中的合成率降低 三 长时间服用 抗精卵剂与抗癫痫等药物 抗精卵剂与抗癫痫药物 容易使肠道 以及肾小管 对于维生素B7的吸收 和在吸收的作用降低 在摄取维生素B7时 需根据体质等条件的不同 每日摄取的量也会有所差异 维生素B7能透过人体肠道中抑菌协助制造 可主要仍要透过食物摄取 在营养素服用时 也最好请教医师或专业的营养师 充分讨论 了解健康状况后 以最适合自身状态来补充 才是最恰当的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